别看不起农民 我们每个人都是农民 中国农民有什么特点 你们知道吗 土地少 干到死 今年大丰收 明年不干活 一样饿死 所以所有中国式的小农 就是公乙 拼命地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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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我的法国朋友一直讲 我说不该我们没饭吃 你知道吗 真的不该 他是教授 我也是教授 他老说你们中国人 这20年日子过得够好了 该你们过不好的日子了 我说你错了 我说这个世界上 轮得着谁没饭吃 轮不着这个国家里没饭吃 你知道为什么 我说你一个礼拜工作多少小时 他说我一个礼拜工作10个小时 我说我从30岁到现在 没有一天工作在10个小时以内 不叫鼓掌啊 我们每个中年男人 你还不都写着猝死的样子吗 这么努力的民族 怎么可能被危机击垮 我一直跟他们讲 市场经济最适合中国 为什么 市场经济和平 交换 靠勤劳 靠聪明 中国人的强项